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茶花 现在是茶花开花旺盛的时候 但是有些茶花它开花的比较早早就开败了 那么开败之后它就会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 这个生长阶段也就是它不断的开始冒出一些新叶 像我这一盆茶花就是开败之后不断的冒出了一些新叶 那么这些新叶已经长叶了 这时它是最需要养分的 只要养分充足了 它生长的速度快 而且这些叶片也快速的木居化 当新的叶片木居化的速度快了 就证明了下一次开花也比较快了 像现在的茶花冒出新叶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我们给它追肥的话 就是选用一些农家肥比较好 因为在冬季它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所以我们也要给它使用一些肥力比较温和的 而且释放的养分比较慢一点的 才能够让它很好的吸收 不会引起肥害 像我这一盆茶花给它使用的养分 也就是像一种有机肥养分 它里面所含的三大元素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各种营养物质都是比较全面的 它是经过风干腐熟的 可以活性土氧调节纤维素 首先准备的自来水 我们先用这个1M盐露给它调节 就用半手抓的羊粪 把它撒到水里面 羊粪里面的有脂质还有腐质剂 经过了这种微生物菌剂的作用下 就会快速地分解出 肥养越来越蓬松 而且它的肥力比较持久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我们就不需要经常给它施肥 也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的茶花冒出新叶展业的时候 要如何给它补充养分 才能够让它失收得好 快速的生长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